我的事務所 主持劉遠芬 我很相信上個星期 如果你有聽的話 你一定打完十個問號 十個問號是什麼呢 上個星期在最後 最後剩有一點時間 我就抓住 美英學的博士 顧小培博士 我就說 其實有很多 我們經常在我們的節目裡面 都說 在大自然裡面 有很多的保密 問題就是 我們有沒有將這些好的 物質提訊出來 用在我們人的身體裡面 我在COVID-19 在這個新型冠狀病毒 我們將那個視野 經常都去想 打疫苗啦打疫苗啦 當然啦 如果你願意打疫苗 這個是一個出路 但是上個星期 博士啊你就說 有時候有些國家 想賣到疫苗 賣不到 很多地方都是賣不到疫苗的 因為給一些富裕國家 或者地區 已經拿了這些疫苗了 是不是 好像你說印度呢 他就死了很多人 但是他是買不到疫苗的 他就用了另一個方法 這個我自己第一次聽的 這個 他是用了一個叫做 深思蟲藥是不是 是啊 這個深思蟲藥 主要針對那些狗仔 有那些深思蟲的 是啊 而且這個藥呢 是2015年的諾貝爾獎 這個諾貝爾獎 當時為什麼要頒這個諾貝爾獎 就說有些很美的藥 那個諾貝爾獎 有兩種藥 是表揚它 一個就是這個深思蟲藥 第二個藥就是土幽幽 土幽幽的清酷素 是清酷素 當時這個深思蟲藥 在世間是未面世過的嗎 不是已經賣了很多年了 那為什麼會頒一個諾貝爾獎 因為他那個想法 他發展的想法是很精彩的 即是他稍後再頒給他 你雖然出了那麼久 我都頒了一個諾貝爾獎給你 但是為什麼印度人 他們竟然會發現到這件事 不是他不是發現 先是韓國的延世大學 韓國有三家很出名的大學 高麗大學延世大學 還有首爾大學 而延世大學他就想到 就是用這個方法去 因為這件藥是將 令到病毒沒有辦法複製自己 他就試試看能不能用在這裡 發現果然可以 輝瑞藥廠就在這裡又抄 用這個概念做了一件藥 現在輝瑞藥想用特別的渠道 可以讓他快些拿出來買 就是這個心肢重藥嗎 就是心肢重藥的 大概的概念藍本 他就好像在這個疫苗以外的 一種取代的方法 對 代替疫苗 現在印度也是這樣的 印度有很多一家公司 是在跟美國各大藥廠做大批的藥廠這樣做的 所以現在美國藥廠做一些最原始的最重要的概念 但做出來要大批的複製可以賣 就被印度藥廠做 即他們是OEM 是的 所以他的OEM的能力是很強的 他不需要和你做破天荒的發現 但他OEM他抄 他現在剛好那種藥已經做了這麼多年 他OEM得很快 在新聞上又不是很覺有這單新聞 不是 因為新聞太多要報道 很多人是選擇性地報道 是 沒錯 我覺得這個新聞很重要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不妨可以了解一下 是的 其實今天我們有個主題 就是博士 你經常會有很多不同的保健產品 我知道也教一些聽眾 或者一些有衰的人 怎樣去抗氧化 是不是 趕走自由機 最近你跟我說一件事 就是怎樣一個人可以長壽 以及人生去到120 其實我一聽到120 博士要賺很多錢才可以去到120歲 那我先把這個錢不要說 我先把你的概念說一下 怎樣可以長壽 這個都是人生很多人都追求的一件事 還要去到120歲 這樣我們經常都聽人說 你要做運動 做運動 那做運動有什麼好處呢 做運動就是第一 當然會消耗身體的能量 身體呢 每一個細胞都有一些能量的電池 是儲存能量的 就好像我們都有一個儲存戶口 那電池就正常來講 就儲存三份的能量 那你做運動的時候 你消耗能量 就三份變成兩份 三份的電池叫做ATP 用這樣一份就叫ADP 你再做運動 即是做到你死死下 你就將那個能量 就移到一份能量 叫做AMP 那當能量的儲備去到一份的時候 細胞開始 覺得很緊張 很緊張 這份能量用完之後 細胞就死了 那這個AMP 就會撻住一個酵素 叫做AMPK 這個AMPK 就要開圓和截流 怎樣開圓呢 他就盡量把血裏面的葡萄糖 就扯進去細胞裏面 細胞多些葡萄糖 那就不用怕不夠能量 這樣的話 你就會降低血糖 就不會有糖尿病的風險 那還有呢 他會把細胞的脂肪 扯出來 叫他用了它 用了它 那就有很多能量 那又可以燒了肚腩 或者是減少脂肪肝的問題 那這個呢 就開圓了 那截流呢 就是盡量不要浪費些能量 去做些不等小的事情 譬如說 有一天 一個人的兒子 他就跟他老爸說 他說 老爸啊 我想搬出去 老爸說 搬出去很多錢 我說沒有錢 不要搬出去 那當細胞上一分為二的時候 他要用很多很多能量 去一分為二 那如果細胞不夠能量的話 你就要打消念頭 那就是說 不會有癌的 那個癌都沒有能量 因為他沒有能量 去給他小的 一分為二 那就可以防癌 那還有呢 就是 這個AMPK一撻除了 就不會有柏金順症的 也都不會有老人痴癌症的 那如果你的生活裡面 你不會有糖尿病 不會有脂肪太多 所以你說可以長壽 是嗎 所以只要能夠撻除這個AMPK 一個方法就是做運動 第二個方法就是 原來很多蔬菜都可以撻除AMPK 比如說西洋菜 或者是芥蘭 西洋菜 都好吃的菜 或者是芥蘭 橄欖油那些東西 或者是番茄 或者是洋蔥 或者是一些香料 小茴香 就是全部都有這些 有的 所以你比如說 你去過街市裡面 就是天馬行空 你喜歡看到什麼菜新鮮的 總之是新鮮 不要爛溶溶 你就在這裡買 過去買些 十多樣買下來 菜不是那麼貴的 是 近期貴了 十多元 你跟其他的配 你跟牛肉 跟雞就配 明白 那你就可以 吃多些蔬菜 吃多些蔬菜 做多些運動 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你一定不是這樣 點一條這樣的路 讓我走 因為做運動 和吃所有的蔬菜 這些是我在健康節目會說的 但我找你通常都是說 在大自然裡面 除了這些方法之外 有沒有一些比較快的方法 於是你比如說 你橄欖 你沒吃橄欖素 就是提純了 或者用初榨橄欖油 待會回來再追一下你 因為你要活到一百二十歲 我覺得如果你要做運動 跑到死都未能夠一百二十歲 還有有幾多人有這麼積極 每天都做這麼多運動 還有蔬菜 有時候你不是說 你要達到某一個功效 吃過整個肉缸那麼多蔬菜 不是那麼誇張 OK 待會回來聊一下 我的事務所 我的事務所 主持劉遠芬 當然我很明白的 剛才這位免疫學的博士 就是顧少培博士 講到怎樣可以延年益壽 是不是 我想問一下博士 你現在一百二十歲 你沒有計算的 你是說一下 是不是 現在一百歲都不是很稀奇的 是 以前一百歲不死有新聞 現在不是的 沒有很多人一百歲的 其實你除了是死於意外 你只要均勻飲食 你都很容易有八九十歲 還有現在的藥很厲害的博士 即使你的身體不太好也好 藥都可以拖著你 拖著你的命很長 但我想問一下你 你剛剛說的 做多些運動 吃多些蔬菜 這些生活 我們說健康的不義法門 是不是 但是你剛剛說的 你見到香港那些有錢人 他們都是有個肚腩的 即是他們吃得太好 那些營養太高 於是有肚腩 有多少有少人是吃菜的 通常都是很名貴 有些包心刺土 那些其實是 中國有句話叫金翠肥農 是腐腸之藥 就是你很好吃的那些東西 又炸過那些東西 其實很多油脂 你吃完之後 身體對身體很不好 但那些窮人 反而窮人那些農民 通常是活得挺高的 那他們吃什麼 吃蔬菜 是 還有吃得很清淡 是真的 那他的運動量當然很高 是 不過我想問一下你 剛剛你說的 當我明白 你說做多些運動 吃多些蔬菜 清淡的飲食的習慣 就是這樣 這個是我們老生常談的 那你就說 十字花科是特別好 是吧 芥蘭啊 菜心啊 白菜 白菜仔這些 那我們經常都說 要多少呢 多少才叫夠多呢 你要做成一個地方 就是你不是為吃而吃 你是很喜歡去吃的 嗯 就是你看到桌面 全部的菜 說你心花露房 這次大吃大餐 是 很問的這個想法 是 很少人會因為 看到那個蔬菜心花露房 就是少之有少 不是的 有些人吃素的那些 是真的 是 他不是吃冬菇那些 吃冬菇其實都不太刺激 一個麵系統 但是他 他吃豆啊 嗯 吃菜啊 是 那我想問一下你 我問得你的 當然這些聽眾期望 可能聽的 除了真的要一碟碟的菜 去吃之外 事實上有什麼的健康食品 就是可以取代於吃一碟 這麼大碟的菜呢 或者不用吃那麼多 譬如你可以 譬如意大利人喝橄欖油 嗯 喝橄欖油 喝橄欖油 但是你不喝得到 一個小杯 是啊 其實你去意大利餐館 他有一碟很漂亮的 初榨橄欖油 之後有一盆的麵包 你用麵包索的油 索的油 其實也喝了一碟橄欖油 一碟橄欖油 是嗎 只不過你不覺得 那你也說得對 我們是會配著麵包 你不覺得是喝橄欖油 你是在吃麵包 對呀 整個橄欖油 甜乾淨 還要添 是啊 還有呢 還有什麼 如果說的是健康食品 健康食品 譬如說西洋菜 西洋菜葉黃素 葉黃素 也是可以 激活過AMPK 是的 我們主要是激活過AMPK 是的 什麼方法都是激活AMPK 不等它那個燃燒 譬如說日本人 日本人吃海帶 吃昆布 他們那些湯 叫昆布湯 是他們覺得最鮮味的東西 那海帶呢 你可以 我自己 我媽媽就涼拌海帶的 那些芝麻油 醬油 加一點辣椒 又好吃的 是 那那個味道 口感都挺好的 那海帶 那時候 那時候 我上學那時候 媽媽還做一杯 一碗 一碗 那些 那些 就是我的 小飾那時候 是零食來的 那 紫菜 日本人 那中國人呢 中國人的割水 就是綠茶 嗯 什麼都用綠茶 什麼都用綠茶 有些人用茶去送飯 你知道嗎 就是很窮的地方 他當湯那樣 綠茶就送了 所以不是有茶泡飯 茶漬飯 是嗎 那 那 那法國人呢 法國人的割水什麼呢 洋蔥湯 嗯 嗯 那他 我只是想著好吃 我沒有想過 他跟那個 我們身體的元素 是個歐 是 洋蔥湯 洋蔥裡面的洋蔥素 就可以增加AMPK 是 就是洋蔥素可以增加AMPK 那那個 去到 去到中東 那中東的人呢 就用很多 芹菜的 西芹的 芹菜素 芹菜素 是 那 就是 橄欖素 芹菜素 綠茶素 還有呢 芥蘭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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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洋蔥素 有西洋蔥素 有西洋蔥素嗎 有的 那西洋蔥素有沒有西洋蔥味的 沒有西洋蔥味的 沒有西洋蔥味的 OK 提取了西洋蔥裡面的 就是剛才你說的 葉黃素 葉黃素 苦瓜素 哦 這個是燃燃益壽的 總之你這樣說 就是燃燃益壽的 就是燃燃益壽的 但是不是回到你的理論 而不是 可能不需要只用一樣的方法 就是可能用好幾個不同的 你今天去到街市哪些東西有 清 乾淨的 就買幾樣來吃 那第二天就買幾樣去吃 不用固定吃洋蔥綠茶薑黃芹菜 OK 不過我看到你這樣說 其實因為我們香港人很喜歡 吃一下這些補健品 就是我看到 如果不是那個 那些個人用品 護理店都不會有這麼多這些東西 是不是 其實他們如果在平常的補充上面 都可以 除了有正常的運動 正常的蔬菜之外 都可以補充一下這些 是啊 所以家長呢 要教那些小朋友 要喜歡吃蔬菜 嗯 直接發狂 有菜吃 好東西 好東西 你有什麼方法 你有沒有看到蔬菜會發狂的 博士 不是看你怎樣去 去present他 是 我覺得你可以成為一個 我覺得應該搞個比賽 博士 因為你的前提就是 讓些人 你會有一個烹飪比賽 烹飪比賽 特別要做蔬菜 令你會發狂 是不是 很好吃 當然 其實博士除了講 新鮮的蔬菜 正常的運動 他都會有一些 剛才剛剛說 不同的一些在坊間 其實是人都知道 運動和蔬菜 只不過我加了一個元素 叫AMPK 將它混在一起 還有一個原理在 還有一個原理在 他要運動和蔬菜 因為會開完節流 還有它可以攤穿它之後 它就會抽取了你身體 很多的能量出來 幫你去燃燒 是不是 好了 剛才博士都講了很多不同的 在坊間你買到什麼 洋蔥素 綠茶素 苦瓜素 這些一切 你有興趣就可以自己了解多些 OK 時間差不多了 下個禮拜再談 拜拜 拜拜 我的事務所